大家好,我是德哥,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儿,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鸾云平说,德云社的这些队长都被他罚过 郭德纲也说过,鸾云平在德云社有封杀人的权利 这两句话就可以看出鸾云平的权利有多大 作为副总监总队长,鸾云平负责所有相声演员的工作安排 德云社的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他管着 拥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师兄弟们对他可是又静又怕 又担心一不小心就没了伤眼 可凡事都有例外,德哥发现 最近敢挑衅鸾云副总的人越来越多了 21年封香的时候,于谦带着徒弟冯兆阳和杨赫通 一起演了一个群口 作为斗梗的冯兆阳,终于逮到了机会 向德云社的捧根集体吐槽了一遍 就连他的亲师傅都没有放过 首当其冲的竟然是总队长鸾云平 他直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鸾云平是一位身兼多职的领导 既是一队队长,又是总队长还是副总 手握演员们的专场演出和综艺节目的命脉 这就相当于一个工作人员,为什么还给自己安排工作? 不得不说,这大哥胆子可真不小 竟然敢去质疑总队长 看来商演和节目真的是不想干了 就算咱是少班主的亲师弟,也得低调点 毕竟少班主连搭档都抛弃了 这疯狗之称的张久南绝对的人如其名 不但敢当面挑衅副总,还敢当着师傅的面说副总死了 熟悉的人都知道张久南对德云社团宗一直耿耿于怀 一心想要参与其中 在第二季确定拍摄之前 张久南在后台遇上了掌握他演出命脉的鸾云平 于是就问他,团宗第二季能有我吗? 鸾云平作为师哥就兜他一句 已经开拍了,你没接到通知吗? 张久南一脸无辜的弱弱的回了一句 没有呀哥 鸾云平见目的达到,说了一句 那就别聊了 随后张久南便上台演出了 当晚是金牌喜剧班在录节目 张久南上台时面对着的不但有师父 总教习高峰和副总鸾云平 还有喜剧班的同学们 他上了台自我介绍之后 说自己在哪个剧场都是掌声如雷 结果受到了大家的嘲笑 他拉下脸告诉大家别再乐了 结果副总鸾云平十分不配合地大笑几声 搭档高久成在这个时候出来添油加醋 张久南恶狠狠地表示 这个时候算是变相认怂了 台上说着后台算账 下了台还不知道谁道歉呢 谁知过了以后 竟然变本加厉 对鸾云平又调侃起来 当着师父的面 说爱徒鸾云平死了 好不容易今天高鹏满座的 什么摄像师灯光都打齐了 对不对 台下观众满旗满座 对 介绍完你 一会儿再等介绍一遍 人家已经不爱听了 介绍完你灯 啪灭了 又摄像师啪倒地下了 师父啪啪地下了 又是个人啪都走了 怎么办 鸾个啪死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还没等副总出手 郭德纲就直接给他摘了字 师父大爷 师父 张建宇 张旧南道那师父 张建宇 张旧南道那师父 他是我们这儿剑字科的 师父 我九字科 没有剑字科吗 九字科 九字科师父 云鹤九霄龙腾四 海边有个人说名剑 没有没有没有 这些人比起少班主 那就是小屋见大屋 20年德云社的大风箱演出时 鸾云平跟德云社 九部露面的少班主郭麒麟 一起搭档了一个 平时不长演的节目 大审匡供 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节目 讲述了一个捕快 为了交差 光骗一个街头艺人去过藏的故事 在郭麒麟和鸾云平表演时 最好笑的点 就是鸾云平跪在地上 被人一脚踹飞的情节 看到这一幕 大家纷纷调侃 也只有少班主感这么做了 鸾云平起来后还说了一句 上一次他演这个节目 还是很多年前和他师父演的 于是网上就把郭德纲和郭麒麟 踹鸾云平的对比图放到了一起 鸾云平看到后直接调侃道 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有粉丝说 下次副总开这个活 估计就是郭芬阳长大的时候 这样拿副总开涮的 也只有姓郭的赶了 也不知道 是不是自从被师父透露了 小名叛门之后 变得没有威严了 所以才让师兄弟们胆子越来越大 都跑来挑衅他副总的威严 大家对此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